大家好,又是我吳哥 今天終於看完我的大項目 接下來我會再次回答大家網友的影片 今天先回答一些網友問 關於吸引力法則的問題 首先,可能有些人應該吸引力法則很多年 可能有不同的名字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 只不過有時候又覺得 不是試量試就行 可能會放棄了也不定 所以一知又不代表會做 做的也未必成功 不成功失敗了 你就可能沒什麼興趣再鑽研下去 我覺得是有些浪費的 因為這個技術可以當作是 又不用錢又不會浪費你很多時間 但是可以得到的 可以是一些你理想的事情 一些事會發生或者一些人會出現 我覺得值得花一點時間去試多一些和做 所以我都希望幫到大家 真是完成到你們的心願 先講一些大家的問題 首先講今日法則 如果未看我的影片 都有幾條的 你已經講了差不多 那些重點都已經講了 你自己可以看這個playlist 就是今日法則的playlist 總共有七條片 全部當然是廣東話 有了各種秘技的 一二三四 可以看完 還有有五感訓練的方法 亦都已經講了出來 要練習的 就不會說 學一兩次就會搞得到 你一定要有少少行心去做 就正如我之前講的打坐靜坐 你真的要每天給點時間做 不用多你五分鐘十分鐘都好 做靜坐 你一定會見到好處 同樣吸力法則都是這樣的 你一定要練 首先要講回 為什麼有些靜坐的法則 覺得不合理 有時你又想回 如果一件事很容易合理 譬如你一想就已經顯然在你面前 或者是達成你所想的東西 其實都很恐怖 因為你想一下每個人 每天 在腦子裡想到幾多東西 如果你一想就出現 一想就出現 那你就真是很害怕 那你就完全是不敢想事情 所以大家就不用怕 譬如你心想 我想殺了你 難道那個人就馬上在你面前死嗎 那不會的 所以為什麼不合理 是很正常的 正常情況之下 你想的東西都是不會出現的 不會馬上出現的 或者根本是沒有什麼機會出現的 那為什麼呢 最大問題是 有一個重點 那個重點就是你的情緒 你的情緒根本是 在一些不適當的時候做一些 吸引力法則 那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你先說戀愛 應該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事發生的 譬如戀愛你是單身的 那每次的人去聖誕節時候 或者過年國節 或者總之是情人節 那見到別人相一對 而你自己一個人呢 那你就很認真 那你就覺得 哎呀真好慘 不行我先用吸引力法則 那就去做 那時候就錯了 時間錯了 那為什麼錯呢 因為你是一些 負面情緒出現的時候 去做吸引力法則 那是永遠都不會的 那你想一下是不是 你根本是 可能看到別人這麼孤單 那你自己就很 lonely 很不開心 那有希望自己得到一個好的伴侶 那根本不是一個很 open的心 很開放的心 或者很正面的心 去做吸引力法則呢 那是完全是沒有用的 就是等於你是 你又拿著一杯冷水 那你就沾一些熱水進來 那你水也不會很熱 同樣道理 你的心態本身就負面 或者不夠正面 你去做一些所謂吸引力法則 其實根本是不會的 所以timing很重要 那什麼timing 最理想呢 那就是要在你 相對平靜 完全是不會有 負面情緒出現的時候 甚至是一個正面的情緒 例如說 應該誇張一點 例如你見到別人 成雙成對 可能見到你的朋友 很開心 兩個人很寂寂寂寂寂寂 那你就很替他開心 真的好 如果我都好像他這樣 就非常好 那這個心態 就比剛才那個 刑單正英的心態 就好很多了 因為你沒有負面的心態 還有你是 很替那個朋友 找到一個這麼好便 伴侶而開心 那這個心態之下 去做一個吸引力法則 就好很多了 另外一個好一點的情境之下 就是一個很平靜的心 平靜的心 所以我就很強調大家 為什麼要做打坐 當你如果打坐 做得夠多 夠好的話 你的心 其實很容易 就會在平靜的心 大部分時間都是很平靜的 不會有很波動的情緒 那一刻去做一個 吸引力法則 就非常有效了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很強調 就叫大家一定要試一下打坐 未試過一定要試 都有一些片 我們看一系列的 做打坐靜坐的一些片 你看回就可以了 很容易做 不複雜的 每天真的五分鐘十分鐘就可以了 打坐都好像一個肌肉 是要鍛鍊的 你要練得多 實習得多 那你自然就會得到效果了 那所以其實靜坐和吸引法則 是相乎相乘的 你越做得靜坐得夠久 你的人夠平靜 那你吸引法則 就會越做得更好 所以兩樣東西是很好的 相乎相乘 那所以我講的那些分享 全部都是有關聯的 那希望大家真的會用和試 那這個是第一個point很重要的 是一個適當的timing之下去做 吸引力法則 那另外呢 為什麼靜坐很重要 就是因為 大家應該都明白 大家每天 就是腦裏面有很多思想的 你是很難要腦停止不思考的 那麼 靜坐的目的就是 要令到你的energy集中在一點 而那一點是不會散開的 是集中在一個點一個主題 一個目標之下 譬如我呼吸全收 你只是將所有energy集中在呼吸之上 沒有其他只有呼吸 那你想一下 你如果能夠做到這樣 你是不動的話 不要多 你能夠做到一分鐘不動 在這個呼吸之上 甚至五分鐘都不動 都依然只是在呼吸之上 你想一下那個energy很強 很強 就正如你好像那些陽光 本來照射下來 那就散光了 全部都照光了 那如果你將一個放大鏡放在太陽底下 那當你動的放大鏡 你就能夠把太陽聚焦在一點 而那一點強到可以燒著一些火災 那大家應該 小時候都應該玩過這樣的遊戲 就是要很強很強的energy 集中在一點 當你能夠集中在一點之下 跟著再來發揮你的company法則 你就發覺很容易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你想要的效果 你想要的人和事 所以靜坐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做好這個基本功 跟著再用吸力法則 去運用我之前那種五感訓練的技巧 那就很好 那這個就是第二點 總結一下就是需要有適當的timing 第二就是需要有一個很集中的energy 或者意念去你的事件之上 那第三點很重要的就是 很多人是不相信自己能夠做到你想要的 或者你想要的效果的 就是說 你的visualization 就是你想像你的情境會發生的時候 那個影像 你根本是代入不了進去的 你覺得那件事是你和我分開的 就是那個景象和你自己是分開的 是沒有二合為一的 亦都沒有一個喜悅的情感 或者完全是不覺得那件事是自己發生著的 所以這件事是錯的 亦都不會發生的 亦都沒有可能會發生在你身上 所以你一定要好像別人看電影 看一套愛情片 鐵帶離號 那你就是那個男主角 你完全是投入了進去那個景象裡面 所以當時的情景是多麼開心 多麼high 那個感覺你完全是覺得是你自己已經發生了 這個才很重要 是發生了 那種感覺 又不是說 我希望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是不行的 完全不行的 你一定要覺得那件事真的發生在你身上 那種情景 當時那個刻是怎樣 這樣才是最有效 所以這三點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不行 不過覺得很多時候大家是不肯去練習 練習一下 練習了 當你由小的事件 發現 咦 可以真的用這個方法 那你就可以慢慢去 大些事件 那一路這樣做下去 你就會很有信心做這件事 那 今天就解答著 大家關於吸力法則的問題 那我接下來 開始就會出一些片 真的要花時間去錄畫面那些 例如做一個整個教學 由頭到尾 怎麼做個APP 那大家還未做的 那未來這條片就會做這件事 那跟著就 一堆的關於陰謀論的片 就寫了稿 不過還未有空錄的 那就會再和大家分享 因為2019年 將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年份 那我會慢慢和大家分析和講解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如果覺得這條片好 就記得給個like我 還有訂閱我的channel 或者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那今天多謝大家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